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是要来做一个开箱 你们可能已经从TITLE看到了 是YSL的一个Nikki Small 可能有的朋友还不知道 这个包包长得什么样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吧 这个袋子好大 Huge 这是我的第一个YSL的包包 所以还有点兴奋 全黑的盒子 全黑的丝带 是不是很时尚 里面的包装纸也是黑颜色 Stick上面也写的Saint Laurent 都舍不得把这个纸撕坏了 OK 防尘袋 黑色的布袋 白色的纸 还有一个卡 里面是小票 Receit 还有这个Sales Lady的名片 我们拉近一点 看得清楚一点 防尘袋是这种 一个绳子 拉紧的这样子的袋子 准备好了吗 当当 这个是个小号 把这些东西拆掉 这个什么拆啊 要剪吗 这个应该是需要剪的 但是 但从哪里 这么麻烦 标签也剪掉吧 终于和这里会合 大家有什么好的 拆这个东西的办法 OK 终于拆掉了 有没有很cute 这个皮质是 它叫distressed aged cough leather 是牛皮 但是它表面有这些 故意做出来的皱褶和纹路 做成一种做旧的 有时代沧桑感的一种皮 正面 后面 它的这个肩带呢 是可以这样子 单肩背的 也可以拉长作为斜跨 cross body 那我最近喜欢的包呢 都是cross body的 因为我的双手要 不停的做事情 所以 做这种单肩背的话 经常会滑下来 那我们看看 它前面有一个小格 中间这里面是一个大格 这里面还有一个夹层 这个应该是它的身份证卡 全部是黑色的 OK Saint-Laurent Paris 那么多 这个是关于保养的一个小书 OK 对 这就是后面还有一个夹层 放比较重要的东西 那么翻过来呢 这里还有一个层 哦 这个层还有个暗扣的 OK 想去看YSL的原因 是因为 我最近一直在用LV的 那个Pochette Matisse 就非常喜欢这种扁的 很贴身的 斜跨包 这个的话 Travel很方便 我回国呢 就一直带着那个包 后来发现YSL的College 的设计特别像Pochette Matisse 所以我去看 是想看College的 结果发现College的Medium呢 中间放不下我的电话 放不下我的手机 然后就看到了这个 这个的小号 都居然能放下手机 所以我就买了 OK 下面我想把我的 Pochette Matisse的东西 换到这里面 看看能不能装得下 OK 这是我最近一直在背的 回国的话特别方便 因为它 这个地方可以放Passport 也是有几格 最重要的是后面这格 那我觉得这个的Design 很像 而且还比它小一点点 那下面我们来看看 这个东西拿出来 能不能放得下 OK 最重要的手机 我这次回国呢 买了一个华为手机 所以在国内拍照 都用那个华为手机拍 那回到美国来呢 我刚刚 把iPhone的所有东西 转换到华为手机上 但是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是两个手机都要一起带的 那么这个后面可以放一个 里面 又可以放一个 最后一层这里放护照 就是非常安全的 也不会掉出来 把两个手机拿出来 第二重要的东西 是这个 太乱了 是这个长夹 我一定要用长夹的 因为那么多卡 还有钱 还有零钱 有时候我也换成小的卡包 但是每次换呢 觉得哎呀 我好像只需要去拿几家店 就拿哪几张卡 但是经常出去以后 就会出状况 总是找不到那张 想要的卡 那用这个长夹呢 就所有的卡都在里面 所以一定要装这个长夹 才会觉得secure 还有一个是 中国人不是讲究 这个现金不能打折吗 说打折的话就会 就不招财 会奢财 所以也是因为 新迷信 就带这个长夹 下面一个重要的东西 是钥匙 这是LV的一个 6 key holder 车钥匙和家门钥匙 上班用的钥匙 都在里面了 墨镜 墨镜我一般没有 放那个case 放case的话 可能有点大 耳机 一张什么烂纸 一支口红 护手霜 牙线 这个是一定要带的 两支笔 小票 OK 这个包包就没有了 那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把这些东西 装到这个小包里面 买包最重要的一个标准 是看能不能放进这个前夹 轻松容易的放进去 下面是手机 我为什么买这个华为手机的原因是想用它的照项机 因为最近单反应有点拿不动了 就换了华为 自从买了它以后就一直用它在照相 关于这个手机的照相机的功能和运用 我做过专门一个视频 大家可以去找 我把link放在下面 OK 一个手机是放下了 just in case 我需要带另外一个手机 也可以放进去 那今天我没有护照 后面这个夹层就先不放东西 前面这一层 其他的小东西 大概可以放前面这一层 口红 牙线 笔放后面吧 长一点 护手霜 耳机 墨镜 钥匙 这个扣是个磁铁 哇 全部装下 不要看它小 很难装 现在我就可以换个包包用了 因为以前买的包包虽然很多 但是这种cross body 又能这样平平的贴身的 实在是不多 那现在可以用这个了 very nice 下面我把镜头拉远 背在身上 让大家看看是什么感觉 OK 我从衣柜里随便拿了一件衣服出来 刚才穿的黑毛衣 配这个黑包的话 不大看得出来 这个包的单肩背 就是这样子的 如果去参加晚宴的话 也可以这样背 那平时呢 我就是这样斜胯 它正好在我的胯的位置 就很comfortable 可以放在后面或者放在前面 那我们现在来比较一下 Pouchette Matisse 基本上是同一个位置 所以这是我一个很舒适的位置 再比较一下他们两个的size 这个还小一点 那越小呢 对我来说越舒服 OK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Bye Bye